娱乐转圈圈 在电视剧还在开拍的时候就闹僵了 有网友爆料称 在《世界微尘》里的拍摄中 吴轩仪有一场雨戏 现场两个大水管喷出很大的雨幕 别人撑着伞或者躲在屋檐下 只有吴轩仪一个人冲进去 一遍又一遍淋着雨 整场戏从白天到晚上 吴轩仪淋了八九场大雨 头发和全身都被冷水浇透了 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网友爆出称碧文俊粉丝 在聊天中骂吴轩仪火盖 甚至说出去东北冷死他这样的话 听碧文俊粉丝的意思 就是吴轩仪自己业务不过关 导致这场戏拍了一遍又一遍 淋雨也是自找的 而就在此事还未完全在网络上发酵的时候 圈内又有网友爆料称碧文俊 在剧组拍摄时 吴轩仪耍大牌 内容中该网友称碧文俊上班迟到 平凡上下房车和休息 忙于视频通话 让其他演员在定位点等他 甚至在导演跟他讲戏时 还戴着耳机 此消息一出 碧文俊自然也受到了吃瓜群众的热议 相关话题中也大多是 表示碧文俊已经遭受了长达128天的网报 碧文俊先生及其家人 不断遭受同事粉丝的造谣 侮辱 诽谤 人身攻击等 一系列行为 但面对各战的强硬低问 乐华娱乐 依然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处理方案和答复 无奈之下 七战联合提出诉求 希望乐华娱乐能给出妥善的处理方案及结果 据了解 早在《世界微城》里开拍前吴轩仪粉丝 就不满男主角选讲 诅咒碧文俊坠机 联合诉求 拒绝秀人 再加上昨日的一些爆料 想来碧文俊粉丝站子 也是忍无可忍啊 不过乐华娱乐 针对碧文俊粉丝的诉求 迟迟不肯给出回复的行为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吴轩仪 也是乐华娱乐的艺人 手心手背都是肉 说的大抵就是如此了 而且从人气和热度方面讲 吴轩仪在网络上的人气和热度 是要高于碧文俊的 乐华娱乐 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肯定是要考虑到 后续的影响的 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也就很正常了 倒是两家粉丝 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两人都是一个公司的同事 就算你闹得再大 乐华娱乐肯定 也是不会管的 这种事 只能自己解决啊 当然 按照以往的惯例 发展到最后 肯定也是不了了之 甚至再闹下去 世界微尘里的路人员 就疯了 对于哪方来说 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只能说 好自为之吧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有什么事 是 对我 对我